大家好,欢迎收看兔妈的视频 上一期我们讲了芹菜的育苗和分苗 这一期主要是移栽和管理 芹菜对光照的要求不高 半羊或者全羊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土壤疏松肥沃水分充分 肥料我这里用熟化的纯兔子粉浓度很高 虽然看着不算多,但是已经很足了 要是用店里买来的有机肥或者自己做的堆肥 浓度会比较淡,需要多加一些 这个菜苗分好后继续在育苗盆里养了三四个星期 长得很粗壮,统一,根须茂密,旺盛,非常健康 芹菜可以适当秘质,这样杆子可以生得更长 品质白嫩不容易老化 一般中国芹菜比较细,一尺重三棵苗 西芹个头大,半尺一棵 芹菜移栽以后要浇透水 芹菜的最佳生长温度是12-22摄氏度 我们选择种植季节的时候,要尽量使得移栽以后 芹菜快速生长的过程处于最佳温度范围 芹菜特别浓,路过菜地都能闻得到 忍不住摘了回来炒肉,真是太意外了 芹菜的味道很浓郁 虽然当时不怎么喜欢芹菜,但是我觉得自己种的就特别香 炒什么都香,鸡肉,牛肉,猪肉,鸡蛋 放一点在汤里一锅都是香的 而且新鲜芹菜的香味是很舒服,很明亮的 仿佛带着阳光的味道,很香很鲜 相比较,超市里买的芹菜味道就淡很多 有些沉闷,以至于我觉得是臭不是香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能想象的出来 反正现在我家里大大小小都喜欢吃芹菜 这几年年年都种 从10月份种到来年的6月份 一周要吃好几次 加一点到宝宝的腐食里面 宝宝也吃得很开心 不得不说有些菜新鲜和不新鲜 味道真是天壤之别 芹菜算是其中一个吧 芹菜的病虫还很少 抵肥家族的话几乎不怎么要管理 唯独一点,水一定要浇够了 我的菜地装的是自动滴罐 一天要开一到两次 保证土壤一直是湿润的 芹菜怕汗不怕水 水不够太阳又比较大的话 马上就看到芹菜的叶子大拉下来 从外围开始部分杆子会出现空心的情况 一旦空了新的杆子 浇再多的水也救不回来 只能等新杆子长出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我一般分苗和不分苗的芹菜都种 不分苗的芹菜可以提早三四个星期移塞到地里 没多久就郁郁葱葱了 等不及了就摘嫩杆嫩叶齿 摘了又长出来 拿来炒菜烧汤做馅都好 这么做可以吃很久 缺点是杆子比较细长不大 分苗后的芹菜要晚几个星期才移栽 之后让它们慢慢长 这个主要是用来吃杆子的 最好不要摘嫩枝叶 不然杆子长不大 芹菜生长的过程需要的水肥很大 如果你的芹菜发黄长得慢 可能是肥料跟不上了 加点蛋含量较多 同时含有磷和钾的复合肥料 芹菜会越长越密 杆子越深越高 等稍微大一些 可以简大的采摘了 芹菜会继续生长 杆子越来越多 不管杆子有多少层 最好吃的还是里面的几根新杆子 所以芹菜种的够多的话 别客气 一整棵摘了 挑最好的吃 最后看看分苗和不分苗的芹菜 长得再大些是什么样子的 不分苗的前期长得很旺盛 但是密密麻麻的杆子都很稀 分苗的芹菜 后来者居上 杆子又长又粗 品质也更好 外观上和商店里卖的差不多 当然味道更胜一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给兔妈点个赞吧 订阅我们的频道 可以收看更多的视频 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asiangarden2dip.com 购买自己喜欢的蔬菜种子 谢谢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